搞得好像跟那个输股票的老李一样 后面后面也是在厨房 但是我的厨房没干没办法跟他的豪宅比哈 他的是应该是加州的豪宅 我们这个是纽约的小破屋 房间比较乱没办法 那个客厅也比较乱 然后这边就是说有有小伙伴问那个做大工的机器 机器要用哪一种 做大工的机器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充电的 然后另外一种是做是那种就是专门用来做大工的UP200 那么到底哪一种好 各有各的好 我用的是另外一款叫做我用的是最多的就是充电的那一款 但是充电那一款有个缺点就是他的力气不够大 但是我觉得的话我用了这么久了 其实还OK 那也没有什么缺点 要说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可以调的档位不是非常多 他只有只有两档一档是前进后退 这是正常的就是说他那个最大的力量没办法达到最高最高 而且也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大老黑的时候 大老黑的指甲有时候很很厚 如果他这么长 你要给他切掉一半 不能用指甲剪直接给他 这样子咔嚓干下去或者拿剪刀给他剪下去 这种是一剪下去 从中间就开始裂裂到旁边缝都可以看得到 有时候没搞好你自己得不产食还要吃力不讨好 然后到底用哪一种机器比较好呢 我个人是建议说是越贵越好 这废话当然是越贵越好 但也不一定是说非常贵 你小心不要被窄 反正目前做大工的机器就两种 我去拿 这一款是最经典的就是就是插的电源电压纹 这一款呢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UP200 日本的机子 这个可以用非常久非常久 就这个这个头应该在二手的不是二手的好 就普通的aftermarket 你不管是原装还是副产 副产呢有杂牌的 这个应该是原装的 但是它坏掉了 我换了一条线还是不行 应该是机芯里面出问题的 还有有可能是这上面的铁片出问题 我现在也不想去折腾去修它 反正亚马逊上面买一条应该是70块 买一整个才70块 一条线40块 那你干嘛不买一个一整个新的是不是 坏了就退货 正常是这样子一套接在一起 应该三到四百美金嘛 我我这台是老板送的 老板送给我 老板够好 送给我 买又不会买 我自己也有一台放在店里 充电的 充电的 充电也有个好处 充电的 它可以 就是说如果客人坐在脚池上面 或者是你到外面去 或者停电的时候 我就说尤其是停电的时候 有时候 美国这边确实会停电 不管纽约西亚还是哪里 停电的时候 人家这么多钱 你可以挣钱 开心吧 然后还有就是我可以站起来做 就是我可以走到客人的脚池那边 就是客人一上脚池 哎 我这时候帮他去掉A&C 是不是 我先拿个粗的沙头 我先在表面打一下 不打也可以 但就是说一定要包的老一点 拿锡子包的老一点 不让那个A&C就是说不容易掉 如果你包时间够久 你不要去泡 你搞了整个整个店里面都是 阿斯通的那种臭气 你自己头也会疼 嗯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一下表面 然后拿锡子包 之前有朋友这样子 网友就问过了 然后我也有跟他说 最好打一遍 然后包锡子 在这两个人就时间到了就掉了 那学这个要多久呢 不要多久啊 这个找我找个老板 你就说你是属手 去他店里面大胆的干 没关系 尤其是偏的地方 偏的地方 反正他招不到人 你去人 你就干吧 没关系 要上手嘛 我就是这样 你会不会也会 哪里不会 那上手就会嘛 看多了就不会嘛 这不跟开车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 我还是建议去买一台好一点的 这个 这个 买一台这个 你既然要做大工了 就买两台 买两台 一台是可以携带的 走上去打 打客人用的 一台就放在桌上 还有一种是越南人的那种脚踩的 脚踩的那个便宜 然后 还可以控制速度 用脚踩去控制速度 我觉得 我不太喜欢那个东西 像打钓片一样 要挂在上面 而且很吵 很吵 我踩下去 永远想 不喜欢 所以 个人觉得 建议就是买充电的 跟这一台 UP200 那么 他们价格确实是比较高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 你可以靠着他 买一栋房子 这是 不是不可能 是 可能 impossible就是 amopossible 那铁头呢 铁头分为蓝牙吧 因为表面很粗的那种 还有一种是 陶瓷的 还有一种是 细的 还有一种尖尖的 那很多人问说 买哪一种 要不要买前面头圆圆的 然后那种蓝牙棒 就是打Cutical 个人是觉得吧 打颜色你可以买圆的头 然后打Cutical的话 你就用 正常的 不要怕走到 走到客人出血 你就是买 买个铁头就可以了 什么乌钢啊 什么什么铝合金啊 什么扯淡啊 你放了表面摩擦 你还是会发烫 所以说 什么头都没有用 虽然对我来说 我自己用的 就是 买一个 combo的那种 盒装 就是里面有个小扫把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专门清洁 这下面的 underneed 我们叫underneed 去买一个 然后最好是 我觉得 Yama上去上面有 我以后如果有做这个 这个的话 我可以破一个自己的链接 他拿了 这个多好的生意机会啊 自己带货 现在那人家挣钱去 多不爽 那没事 我以后自己会 破一个在下面的链接 那你说目前疫情 疫情 能多学一点 就多学一点 那么多考个护理执照也好 考个卡车的执照也好 大巴的执照也好 啊 还是说考一个指甲的执照 或者是巴猫的执照 我这些我都有 我有巴猫执照 我有指甲执照 我有 汽车执照 不敢说 不敢说有卡车执照 我现在还在学没办法 卡在卡在那个手手动单 跟自动单 自动单上面了 挺郁闷的 其实 从来没接过手动 所以说我现在挺郁闷的 要不要去租一台车呢 其实我是想去租一台车 然后练一练 实在学不来呢 我就直接学 自动吧 一步到位 不要去瞎几巴折腾 而且 人家说的 网上说的 跟你实际去问 我上大街上 随便去看一看 大多数都是自动的 自动的占了百分之 我觉得应该是七十 大大卡车呢 我也问过 一般公司都是有自动的 人家 公司啊 为什么说要买自动的 卡车司机不好招啊 卡车司机不好招 你本来就难考 自动单又好考 人数又多 是不是 我巴不得你多来几个 我要是公司老板 我就这么直接就买个自动的 我干嘛要买个手牌的 虽然说他说手牌耐操啊什么的 那拜托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会换胆的 人不会 不会好好开的人 上去啪啪几下 直接齿轮给你打爆 这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说 个人 忍者见智吧 反正 我咱们今天就是不扯别的 就扯指甲 那纽约州考美甲 尤其在美国这边考美甲 每个州的法律跟时间是不一样的 有的州的执照是可以通用的 比如说纽约的执照 你要转去德州 我最早的时候是想 纽约考完直接转去德州用 但是德州不行马上 不能马上转过去 要两年 两年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转过去 不需要考 那么你要转去加州 加州我这几天查了 那边的时间要求600个多个小时 跟纽泽西的是差不多 纽泽西你只要 纽约的 你转到纽泽西也不行 因为纽泽西的时间不够 你纽约的才250个小时的指甲 那么加上纽泽西 纽泽西至少600 那么你还是不够 你还是要补时间 然后还在这还要在考手势 那么我之前认识的那个老板呢 他之前买店被马来人骗了 那个买买店的大姐呢 他拿了很久的 指甲制造 至少拿了十年了 所以他可以转 不需要考 这个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有可能会拖好几个月啊什么的 所以说你们有想在纽泽西开店呢 就进场赶紧把指甲 把指甲制造啊 赶紧转过去 提早转也没关系 提早转以后 以后用的时候也好用 还有就是加州的执照可能只有两天 尤其是加州的指甲制造 我至今我现在没有遇到说有加州那边做美甲的中国人 基本上出纽约是最多的 出了纽约还有一个州比较奇葩叫做佛罗里达 这个州你可以买到加州 买到执照 尤其是买到那个美甲的执照 就是花股五百美金啊几百美金啊 某人说我哪里哪里有 有一个有个什么 什么佛罗里达的美甲执照啊 什么美容的执照啊 但是佛罗里达执照 你拿到哪里都没有用 因为 它是受限制的州 因为这个州 比较奇葩 所以说 有人说你如果想去佛罗里达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从外州转去佛罗里达 不要再或者是直接去佛罗里达买一张就行 但是你抢佛罗里达转出去 No way 不可能 没人要 你们还是要重新考 然后德州 德州是越南人的天下 除了纽约 就是越南人的天下 当然纽约上周也有一些越南人 都是小店 以前是越南人比较多 越南人比较多的州是弗吉尼亚 佛罗里达 德州 德州最多 然后德州是大北 那边基本上叫做 老巢了 他们的脑潮 但怎么讲呢 见不见意去越南人店里上吧 我之前也在越南人店里做过 不同的越南人店里都做过 还行 主要是看你能不能跟他想不想留你 他不想留你 就其实跟中国人一样 其实我更喜欢中国人的店 尤其是 东北人的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干脆 不像福建人的店 我最近还做过常乐人的店 有个男的 是布鲁克林的 每天从 每天他是开在那个 北瑞郡那边 这个老板真的是什么的奇葩 两公婆什么奇葩中的奇葩 那个男的干了 连背都妥了 华操 客人不挑 客人真的不挑 他比客人还挑 客人都不耐烦 员工 他说 他员他挑员工 挑到你都无法忍受 我建议各位 如果有遇到这种的点 干脆不要做了 这种点 何必呢 大家都出来挣钱了 轻松就好了 是不是你不喜欢 那就走嘛 像这种福建人 不是说福建人 然后福州人 有的 有的比较奇葩的那种老板 不要去 去的真的会气死 然后那个是早年的事情 现在 现在三家 一条街三家店太普遍了 所以说很多人说 要不要直接学大工 我跟你说 直接学大工 别去分什么 或者是说 你不要去管你是大工还是小工 你就直接一步到尾 直接学大工 因为 我那时候也是从小工开始学 然后学中工 然后再学大工 但是越南人不管你这个 越南店就比较很随意 所以说去越南店 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当然 我的我的大工其实是从 显著人店里面练出来的 我 我那时候去 那个纽约上周那一家也是 比较奇葩 我多多少少已经把这些 都练了一遍 也上网也看了一遍 然后自己也玩了一遍 差不多了 然后再开始上大工 其实最好上大工的 一个步骤就是从 ANC D-Ping Powder开始做起 因为这个 东西一定要用到机器 很多店说 很多人说 不需要机器 什么的 这个一定要用到机器 用到机器 你只要机器会走 就会上大工 会做臭粉 臭粉坛 其实不难 你只要比控制的好 不要买太大 也不要买太小 补粉呢 可以用小的笔也可以 或者中号的笔也可以 稍微斜一点 粘一点亮 那么冬天跟夏天 控制好 你拿粉的那个 时间其实就可以了 冬天 冬天的话 不是很容易凝固 因为这个 温度也是很关键 所以说有时候 一些老板他不懂 那么他的小气 冬天就不开 不开heat 然后暖气不开 结果做了很久 那个 那个 很慢 没办法 固定住形状 就是这样子 结果你fire板一fire过去 麻的 上下分离 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 如果是两夫妻做美甲的 我是 我是最最 最最建议大家这么干 两夫妻都是做美甲的 恭喜你们 打工就好了呀 一个月挣一万多啊 羡慕啊 羡慕你们啊 凤杰 凤杰那个 别别别 别不管了 凤杰 他可能是在长道做指甲 一个人干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500多万粉丝 搞了一个都没有 直接他妈跟老公对着干 当然 他的勇气可嘉 我也很讨厌小粉红 他妈看到小粉红就有心 我也懒得跟这些人一起讲 然后 具体 这个 机器 机器 我买了那一台 我自己的另外一台 那一台是200多美丁 200 应该是280 买的 那么不包括铁头 就是机器加 DRIO 加DRIO 这个这个叫做DRIO 那么机器 不要搞错了 有的是买这个大攻击器 是不带DRIO 就是不带撞头的 那你就要自己买 然后那个那个这个尖尖量DRIO BIT 你也必须买 这个头呢就分了非常多了 各种各样 那以后也可以 可以介绍 如果有人喜欢想看的话 我也分享一下也无所谓了 这边只是纯粹的探头 然后有人说 哎呀做臭粉会得 会得肺癌啊什么的 如果操作不但肯定会 肯定会 你不戴口罩吗 你整天 那种Smith 你不肺肺癌啊 那么鬼性啊 是不是 那我做防护做挺好的 随便的那种 医用口罩啊 都挺好的 基本上都可以弄防护的很好 嗯 然后美甲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就今天就讲到机器这一款 其他的就不多聊了 反正 可以推荐就是买了这两款 另外一款 我 我到时候把那个 我 我的 那个型号PO上去 应该 应该是 应该叫什么 什么 也是越南人的 是越南人的 反正做这种机器 基本上都是越南人的 那个牌子 我自己的牌子 我居然忘记了用什么 但是 最多的就是这个 来美国 不管你是 偷渡啊 是干嘛呀 在其他国家 就是买这个 大通货 大了点 但是 稳定 不容易坏 真的不容易坏 我之前遇到一个大叔 东北的 他这个机器头啊 换机关了 结果 他说整整一周 赚了整整一周 还在赚 你看质量多 但是他说 就 没有以前那么有利 他其实不懂了 换里面的一个那个那个刷就可以了 那个 磁铁那个刷换一个就可以了 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出来哪里 应该是 应该是里面的那个街头不良了 但是我现在买不到配件 因为疫情 电门也没开 所以说我其实我其实喜欢上网买 因为好退啊 不喜欢就可以退 去尸体店的话 尤其是福州人的那个八道道 不管 佛哈曼城那边的垃圾那家 不要去 这边有三个开关 Fall Word No Revert 倒了转 前面转 然后 开根关 这边速度可以调 正常三挡 三挡过你用打颜色 这些七七八八的 然后 有的人说 可以不买这个牌子 可以啊 也可以不买这个牌子 但是你一定要买 稍微有点力的 有点力量的 但是不能买太便宜的 也不能只是买一个反向的 因为你这样子会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一分钱一分货 既然都出来挣这个钱了 多做几个客人本钱就回来了 不要对自己太小气 尤其是你挣钱的工具 尤其是挣钱的工具 啰嗦了这么多 咱们下期再见